大家好 今天是3月10日 3月又過了三分之一 市道基本上都是屬於調整 反彈 調整 反彈 我們看看今天的行業板塊方面 升得最好的是汽車和醫療保健方面的物品 半導體也好 其他的化學製品 珠寶等等 基本上一般來說 這些應該都是屬於榜尾 其他的東西就波波動動 石油氣和天然氣是榜尾的 今天就升上來這裡 所以板塊方面 今天來說基本上是對於一些所謂的軟件服務 衣業保健 半導體 汽車這些是比較利好 期貨方面 或者恆生指數方面 始終仍在興建保利加通道的中軸和上軸之間來波動 我始終仍是認為這個是有條件去試一試 寶利加通道是中軸的 就去到276 即27600幾點 不過它又未必去到這麼多 它可能只去到28000左右 在日線圖上面 你看到它碰到保利加通道下軸的時期之中 就開始反彈 不過不好的就是看到這個東西是微微是彎下來的 所以反彈上這裡的阻力是頗大 這個阻力位是296 理論上應該頗大 然後在這裡再下來 然後可以再上升 有朋友問深圳控股 深圳控股的時期之中 我們看到它在周線圖上面來說 它是慢慢上升格局 原因始終市盈率是比較低 以及息口是不差的 而深圳在一個發展的期間之中 始終深圳控股這裡是會有些是隻數的 在日線圖上面 它就開始有一個整頓回下來 可能會需要一種違反 就是上回到這裡 才可以再試一試是否升穿的 升穿當然就會好 這個來到這裡 去到這裡 兩個半 兩個五毛三 是以前的位置 所以如果它真的下回去 兩個五毛三 兩個五毛七 兩個五毛七 就是保力加通道的底部 目前的價位 這個是值得可以考慮一下 留意一下的 中移動 中移動這兩天比較有些是回調 原因很簡單 升得已經很多了 39塊 升到上去 差不多 這個是 60塊 這個位置 差不多 以前 中移動都是由 起40幾塊 升過上60塊 就受到了阻力 現在我們要看看這裡 這個是周線圖這裡 現在都有很多傳統的股票 它們出現了一樣東西 一到一些這樣的位置 你以為它會上升破了上去 其實它會跌下來的 怎麼解釋呢 其實可能就是這裡 或者之前這裡 很多的蟹貨 蟹貨 它們都是很長期的持有者 它們不是基金 不是炒家 炒家的話 由這裡跌下來 這些什麼都走了 因為它們是有實力的大戶 其實是散戶來的 它硬是不捨得蝕 不捨得走 所以到30塊的時候 一樣都不走的 這樣來之後 這裡 就開始沿途 沿途有理 原來它覺得可以 賺回來 有什麼東西了 見街巷 它是放貨 因此現在出現了很多東西 傳統經濟股 都會去到某些的阻力位置 你以為它會彈上去 升穿這樣的東西 它是不會升穿的 它會跌下來 始終因為 現在的資金到位的情況 不是太多 這是我個人的推測 所以若然是這樣的話 大家應該考慮 一些舊經濟股 它去到之前 一些所謂的 是支持位 技術上很好的 例如好像頭肩頂 頭肩底 箱底 什麼頸線可以突破的 暫時 先放了這個憧憬 除非稍後期間 就是再過後些 過幾個月 那些資金真真正的肯 很肯 進回傳統經濟股 才可以好想 如果不是的話 這些都是去到那些阻力位的話 很多的蟹火會湧出來 所以來到這裡之後 慢慢就湧出來了 這裡一直這樣打橫走 其實是應該看成一個重要的 所謂的有人系出貨區 雖然它出的貨量不多 但總是價格不升 在這些人家進了很多 因為在這裡 你加起來這一棟 可能都等於這裡的水平 人家可能是出貨了 所以因此在這點 中移動這方面來說 長遠是可以看好 不過短線 始終的壓力 可能已經預出也出到了 1919 中原海洪 這個是周線圖 一連圖 去到這裡之後 在這裡之後 也會降下來 他們理論上 他們應該在這裡 再彈一下彈一下 就會穿下來 示範這個堡利甲通道的下軸 在日線圖上面 很明顯被你看得到 它將它彈回來之後再下來 去到這裡之後 就將會怎樣呢 有兩個走法 一 它是再繼續 如果這裡再繼續降的話 它還會降多一波 下多一波 那最主要就是有沒有跌不跌穿 這個堡利甲通道的 是下支池位這裡 大約這裡 是起這個7元至6.5元之間 如果有跌穿了的話 真是很對不起 它會是要真的再下 那如果不是的話 它就起這裡 看看它會不會有條件 上回來這個堡利甲通道的中軸 現在中原海洪 是屬於一個是 如果你有貨的 暫時只要拿著它 如果你是沒有貨的話 就要去觀望 觀望什麼呢 看看它會不會 連續來那幾天是上升 日線圖上面就是這樣了 但是這裡是7元 所以如果要做的話 應該就是 如果真的再跌穿7元 下到6.5元的話 即是6.5元都沒有支持 就很不行了 有一位朋友問 退休了 刑副基金 買來做退休的是 是投資得不可以 可以的 刑副基金 我以前建議 就在28元那時候買 現在還未到28元 現在都沒有 現在只要到29元 始終我還是覺得 它是有條件 下到28元那邊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建議那時候才買 都可以的 可以 現在你說 會不會是 現在走步 它跟著它是什麼 升不上去 我覺得 還未是 還是應該可以看 看 就是看一下 對於一個所謂的退休者 來講 買刑副基金 作為一個 退休的投資組合 是絕對不是它在升 或者是升到上去 形影響人 所以買 而應該好像這些 這樣跌下來 這些位置買 這個位置是20元 這些位置 大約是24元 我跌下來 現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大約是27.8元 27.8元 這樣子 我會看是28元左右 如果跌到28元 它再繼續跌下去 又如何 我覺得 不是太大問題 去到這裡 你可以繼續拿著它 為什麼 始終拉微 好像它跌完 升完 又跌又升 最主要 作為一個退休者 你應該是入的價 儘量去遇到便宜為主 那什麼時候 有便宜的價給你呢 就是當那個市場 跌到9元的時候 你的價格就比較便宜了 那我現在怎麼知道 一個是港股 什麼時候會跌到一隻狗 有兩樣情況 可以看到 第一 有一次很深地跌下來 跌下來一千幾點 或者二次後是一千五點 一棍插下來 那樣 那樣呢 就長痛 就好過短痛 如果不然 就陰一點陰一點陰一點 下來 如果陰一點陰一點陰一點 下來 通常 一路下來 成交額是會少的 如果是一棍插下來 成交額 反而是會多的 所以有時候又說 成交額多又見底 成交額少又見底 你看看 它是陰燈下來的 就會越來越看到 成交是收縮 那些人都沒有興趣炒股了 那時候就會見底了 另一個就是 一棍插下來 成為了很多人出貨 於是就在低位那裡 真正的炒油大戶 就向那些散戶收貨 那就是見底了 那這兩樣暫時還未出現得到 那因此 我會覺得 可以還是等等的 那這個呢 就是 日線圖 你看到它還是彎下來的 那因此 應該是要考慮 它還會有這些 就是預波跌下來 有朋友問 可以自家 可不可以入 會不會跌回到26元 那我估計可以自家 跌回到26元的可能性 是比較少一些 那 那我現在看看它 它在周線圖上面 我看到它基本來到這裡 就開始是想回上去 那回上去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紙蝕位呢 我還是覺得可以等起28元 上面呢 它雖然現在正在做30元 只能等到它突破了這個位 才可以好去買 突破了這個就是30元05號指 那證明了這個海章 是一浪 高一浪 一浪 高一浪 才可以買 那這是周線圖 來的 日線圖上面呢 你見得到它 已經開始在這點呢 就開始有些想上升上去 那上面這裡呢 那個中族呢 就是32元 如果突破這個35個半呢 可以考慮 買入 那如果在小時圖上面來講呢 就比較清楚一點了 它現在找得到呢 就是在這裡 這個上 保利加通道的上軸呢 是30元08號指 那我覺得 我要考慮呢 就是在30元05號指 就搏早一點點 這樣上去 你要看 因為它現在已經 小時圖上面已經站在 這個保利加通道的中軸那裡 那個中軸是29.8 那如果它真的站得上 30元05號指 應該是有條件 是繼續上上面的 而指示位就等到28元 今天推介的是光大環境 光大環境呢 基本上是現在做一個環保的東西 它在蘇州有一個項目 那已經是去年開始 那估計你做了之後呢 但是慢慢 你這些做垃圾的東西呢 你做下去呢 應該就開始有資金回籠等等 那樣東西 那就會比較上面呢 接下來的 在6月啊 或者是今年年底呢 那個業績宣佈裡面呢 應該會是多了 這個蘇州項目的收益 那因此呢 是有條件可以做好一點點的 那個價位方面呢 沒有什麼點太大動動的 基本上都是一致平堅皇地出去 不過呢 就站在保利亞通道的中族頗長時期 那在5元呢 我們只可以說它就是 由得守起這個位 就開始向上移動了 這個呢 也是保利亞通道的 在日線圖方面 那所以為什麼呢 就是向上移動 再放大一點點的 就是這樣 可以向上移動就是了 向上移動呢 第一個這個保利亞通道的 是上軸位呢 就射7個8多 再上一點呢 就是這個5元 這裡 那再上一點呢 就是上面那些 大概5個2左右 這個阻力 那基本上這個呢 就是今天所要講的 這個就是過往10天 曾經推介過的股票 這個呢 就大致上是由2020年 12月7日起推介過的 總共推介了51隻 有10隻是要輸錢 41隻賺少少 那總共呢 就賺了大約是這個數額到 這裡呢 是回答觀眾過往10天 過往10天 回答觀眾的是問題的 股票 這裡呢 如果大家有些股票 是回答不到你的 你可以這裡翻查一下 會不會是由你所想的股票 來再看一看 時間可能久了少少 但是呢 都可以作為一個 是普通的參考 投資呢 都是需要自己的 是獨立思考的 很多謝大家